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料酒 豆豉 芝麻 这个不光是一个地方菜 而且还是一个应季的菜 橘黄蟹肥 没错 现在就是吃螃蟹最好的季节 今天铁钢师傅用四大绝招告诉您 如何在家制作著名的避风糖炒蟹 这第一大绝招就是挑 咱们应该挑选什么样的螃蟹好呢 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是肉蟹 也叫姜蟹 看着就结实 您看 你们选蟹的时候 一定是这种青色 非常青 眼睛炯炯有深 还有一种是比它的颜色要黑一点 我们选用这个青的 这个青的肉比较实实 而且您看摸一摸 它的这个爪非常有力 你看 你看这眼睛瞪了 你这眼睛 啪一瞪 你看 回去 这就回去 非常的有活力 我们今天选用的是弓蟹 弓蟹挑好了 接下来铁钢师傅亮出了他的第二个绝招 就是斩 将螃蟹斩成块才能均匀的成熟和入味 可是斩成什么样合适呢 把壳去掉以后 就这样 一只蟹我们给它斩拔架 你看 咱们怎么叫八截 一分为二 然后把这一块给它斩开 你看 斩的时候顺着它的关节 然后你看 这个壳比较硬 所以我们拍一下 这样它就不 我们一入味 对 然后这一块把这个爪尖 对 咱们给你们 修一下质起来 因为这个爪尖也没肉 对 吃起来也不好 然后把这个再斩为两截 斩为两截 这就是四块 所以我们就是斩为八块 放在这个碗里边 然后加入一点点的盐 入一下底味 料酒 好 去腥 给它 点点 给它 腌片刻 对 然后撒上一些生粉 好 薄薄的裹一层生粉 不但炸的时候不容易溅油 而且外皮更酥脆 不知不觉就说到了铁钢师傅的第三个绝招 就是炸 制作避风糖炒蟹 炸制的环节很关键 不但油温火候要掌握好 用的油也不一般 咱可要看仔细了 好 好 我们放油 油要多一些 好嘞 油已经做上了 我们这蟹也腌上了 我们来说一说蒜蓉 这个蒜蓉 要大量的蒜蓉 这个蒜蓉最好是 斩碎 不要用机器搅 搅的它过细 一会儿打起来 可能就会有糊的地方 这种斩的非常有颗粒感 对对对 而且还得用水洗一洗 把它的蒜蓉蓉 洗去 你看 很干 没有多一个水分 我们呢 把蒜 就放下去 这个油呢 大概在三到四层热 不要太热 等这蒜飘起来以后 我们要把火 关小 关小 让它呢 充分的把蒜的水分 挥发出来 为什么要先炸蒜呢 预防我们炸过蒜的蒜油 来炸蟹 哎呀 是这个 是 蟹里面 蒜的味道 非常的浓郁 我们在炸这个蒜蓉的时候 您不能看到这个 金黄了 那就完了 来完了 就是 微黄 对 您看到没有 已经 有响动了 对对对 这个时候 把辣椒 这时候下 放进去 这时候的油温 会使辣椒下底后 变得很红很黄 我们呢 就把它倒出了 再次变火 炸蒜的油 你看 香极了 蒜发的 蒜的香气 好极了 这个时候 先把这个 大的地方放进去 因为蟹钳 壳而硬 不容易炸透 所以我们最好 先将蟹钳下入 炸至金红色 再下入蟹身 这样炸出的蟹肉 才成熟度一致 我们呢 把蟹啊 炸到表面金黄 金黄 没有多余的水分了 可以入坏了 我们呢 就可以给它捞出 捞出 光呢 有这个糖性的 咱们还得吃点 会出达出菜 对对对 把这个电磁炉开开 对 然后呢 炕一点菜心 好 来点油 好 来点盐 小油菜炒好之后 锅也热了 终于到了铁钢师傅的 最后一个绝招 炒了 避风糖炒蟹的秘密 即将揭晓 蒜上锅 我们呢 就把豆豉 放进去 让它呢 有点豆豉的香气 豆豉的香气 出来了以后呢 来 我们就把它 炸过的蒜蓉 放进去 离火 加入盐 如果说 我们加入一勺盐 现在就要加入四到五勺的糖 1 2 3 4 5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开小火 听见锅底已经有沙沙的声音了 有了 来 就证明糖呢 已经微化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火 嗯 改成中火 中火 把螃蟹 放进去 嗯 把它挂匀 哎 没错 当这个蒜和螃蟹 嗯 充分的融合以后 嗯 我们来一点点味精 有 哎 少许 味精少许 好 哦 我们就可以 出锅了 一风糖炒蟹 真香 铁钢师傅的四大绝招 您还记得吗 挑选鲜活的肉蟹 均匀斩成八块 用炸过蒜蓉和辣椒的油 炸至金红色 再回入锅中炒匀就可以了 明天 老朋友 老实验 老弟 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在明天的节目中 铁钢师傅用一个鸡腿 为您做煮不时结合的 两种美食 生煎双味鸡 经济美味 不要错过明天的天天饮食